若宜,你放心,我会救你出来的,不会再让你的养父折磨你了 按照我们心理学的理论来看,她这明显属于欲望压抑 怎么说 以我心理学的经验,再加上一个女生的直觉,我觉得她进入了一个杀猪盘 杀猪盘 没错 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骗局 骗子会先在社交网络上接近受害者 伪装出非她不嫁的假象 支持受害者付出大量的情感,时间,还有金钱 这够毒的呀 不仅如此,受害者还会产生一种主动受害倾向 骗子越是对她索取,她越是开心 不仅如此,受害者还会产生一种主动受害倾向 骗子越是对她索取,她越是开心 哪天骗子不联系她了,她反而失魂落魄 我靠,这够贱的呀 你信不信,我现在越是对她爱大不理 老娘越是对我言听计从 你这说的简直跟古人下谷一样啊 你多读点书就知道了 你这个丫头夸你两句上天了是吧 现在书赢没有那么重要 我只想你配合我,治好老娘 谁说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啊 凭什么事我配合你,不是你配合我 来,老舅请你吃个龙虾 你跟老舅讲讲你跟若姨的故事呗 我和若姨是从网上认识的 一开始,她对我特别好 还主动的,给我朋友圈点赞 你看,都对上了吧 我还记得,若姨刚认识的那天 是在三个月前 一个白雪飘飘的夜晚 现在是秋天,三个月前也是夏天 哪来的白雪飘飘呀 你能不能闭嘴,你跟她一样啊 那天我在床上玩摇一摇 突然就看到若姨的头像 哇 简直和仙女一样 后来 我们的关系就从网聊 发展成了见面 我们的关系就从网聊 我们的关系就从网聊 下来 还有 我说 我们的关系就从网聊 你 我说 你 是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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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香辣小宝贝 你是 深情大叔 对 本来以为你真是个大叔 没想到是个帅弟弟 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这头像是你本人吗 不像吗 我还以为是哪个电影明星呢 讨厌还怪会哄人的吗 没有我说的是实话 小嘴抹了蜜似的 以后我可得提法你了 可不能让你给骗了 不会的 我不会骗你的 好那我们拉钩 好来 宝贝 你就到这儿停车吧 我走回去 我送你回去吧 不行 我养父平时不让我随便出来 更不让我跟陌生男孩子玩 总之 今天很开心 谢谢你 养父 对 我父母从小就离婚了 奶奶死后 我一直跟着养父生活 这块手把玉是奶奶留给我的 你替我保管吧 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它 好 玉石手链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后来呢 太可怕了 我不敢讲 我不敢讲 老师在这儿 你怕啥 来 吃点龙虾 拒绝 着急会下手啊 少啰嗦 我还有你教吗 后来 有一天晚上 他养父 差点杀了我俩 不那一天尝 若姨 你喝多了 我送你 回房间吧 不嘛 酒还没喝完嘛 老面子喝 好你给我弄腓 老子追你很久了 就愿儿趁我不在家 你分给我女儿你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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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拚了 你不想一声 我跟你拚了 你可怕你 我跟你拼了 我根本就在开 我根本就在家中 我根本就在家中 我根本就叫你 你养父这么大岁数 还这么能跑啊 好乖 你已经会知道了 你这边趁我不在家 你非是我女儿你 我 我跟你拼啊 你 东西拿到了吗 当然 你把他给我 我就不给 这是我拿的 凭什么给你 陈凯文 你输定了 喂 那手链上有邪气 你这么拿走会有危险的 你吓我谁呢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不是你 这破玩意儿 能有什么邪气 再说老娘也成傻子了 与其留个一个傻子 不如换点钱给我享受享受 哎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小姐 你帮我看一下 这手链值多少钱 好嘞 小姐 你这可是上好的合适与打磨而成的 这可是个宝贝呀 我知道 它值多少钱 你直接给我开个价 五百万 五百万 我口 这个老娘真是守着金饭碗要饭 这手链竟然这么值钱 什么 这手链不是您的 我口 这个老娘真是守着金饭碗要饭 这手链竟然这么值钱 什么 这手链不是您的 是我的 是我的 你听错了 那 卖不卖呀 卖 五百万还不卖 谁不卖谁傻子 哪来的 凶贵 这地儿也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凭什么他能进 我不能进 你也不看看人的姑娘什么手链 A出手就是价值五百万的古董手链 你和人有可比性了 苏莉莉 你凭什么随便卖老娘的东西 你少给我多嘴 我说她是我的 她就是我的 你嫉妒也没用 你会造报应的 我呸 少给我提那些封建迷信 我爱怎样 就怎样 这手链我卖 好嘞小姐 你可是爽快呀 小姐 你吃买的 你吃均冻 你吃均冻